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失序 伤害 孩子们需要花很长的时间来修复 拥抱 让孩子知道自己值得被爱 拥抱 给予受伤的心灵勇气 拥抱 在不安中可以祝福 用爱拥抱加创儿 有你有我 邀请您支持上部新火传爱服务计划 我觉得现在大家就是时间可能就是大家会觉得我不一定有时间做义工啊 但是我觉得这个社会就是有钱出钱有力出力 如果你没有时间像这边 我很常就是没事就会看一下啊 这一季又有什么新的合作了 那对我来说我就会觉得说我既可以就是捐款 然后我捐款之后又可以得到扇目的相关的这个小周边商品 对我来说当我撑着伞走在路上的时候 人家如果跟我说这个才很漂亮在哪里买的 我说你听过扇目基金会吗 就可以立刻告诉他 然后像我就是有雨伞啊 然后还有什么咖啡豆啊 就是他们相关合作的 那这个东西呢 其实大家如果现在都有用LINE的话呢 其实大家上LINE配找扇目基金会 就是爱心捐款就可以了 所以这个捐款其实它是一个很日常 很举手之劳的事情 然后你也不用花太多时间 点开你的LINE 找到爱心专区 找到扇目的专区就可以了 扇目在服务的过程中 发现超过五成以上的安置额 有发展迟缓 自闭忧郁精神观能症 透过挺挺搬新家绘本 希望帮助高照顾需求的家创额 从原生家庭离开 更容易理解进入扇目家园的心情与处境 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我不乖 我不听话 所以要被带离开 社工告诉我 离开并不是我的错 只是家人需要时间练习 怎么照顾我 我也要学会照顾自己 所以我离开了 我觉得好紧张 不知道新地方的人会不会喜欢我 我觉得好害怕 不知道新的地方会不会跟以前一样 我觉得就是因为接触了扇目 所以就是刚好就是开始 对这一块就是突然有看见 所以像我近期读的一本小说叫奇迹面包店 其实它跟婷婷的故事很像 她也是在目睹了家暴之后 然后家人就是怕她长期在这样的环境下生长 会对她不好 所以就直接把她送回了外婆家 那即使是亲近的人 她可能也会觉得要转换生活环境 让她很不安 可是没想到她来到外婆家以后 她发现她的外婆 即使她这么不熟悉 可是外婆给她无条件的爱 然后她回到她妈妈小说生长的地方 她才发现她妈妈 跟她现在认识的妈妈差很多 她妈妈年轻的时候 是一个很开朗很活泼的女性 可是进入到家庭以后 因为有一个家暴她的丈夫 所以小孩子在这样的精神压力成长之下 她的确也对人产生了不信任 她会觉得我有办法直接获得爱吗 这些人跟我是陌生的 为什么她会给我爱 所以同步的看到这个绘本 就是会让我联想到这个小说 就是对我来说 无论是小说或是绘本 对一个小孩子来说 你要转换生活环境 甚至对我们大人来说 你要转换生活环境 重新去信任别人 然后长出你原本没有得到的东西 例如说爱或关心 这个东西是需要非常多时间的 然后所以我觉得 无论是大朋友小朋友 无论是我们透过阅读 或是你身边有相关经历的人 我希望大家在面对家创儿的时候 都给予更多的耐心跟陪伴 让他们知道就是人是可以无条件的被爱的 只是他们以前的经历可能没有这个经历 但我们可以告诉他这个世界上是有这样的爱存在的 其实这个疫情带给我们最大的影响之一 就是人际的隔离 尤其是刚开始面对疫情的时候 面对疾病的未知 恐惧还有自我保护 隔离似乎就成了因应疫情的策略 其实对于我们的家创儿来说 隔离似乎也是他们选择的策略 当他们面到危机 面对伤害 隔离也是他们 作为一个因应的方式 你看 他们面对暴力伤害 面对对于生命的不理解 还有面对自身的脆弱性 他们只能把门关起来 把心关起来 但是我们善目相信 只有爱才能把门打开 把心打开 孩子从疗伤到复原的这个过程 需要很多的时间 也需要专业人力的投入 还有细致的服务 那而且是面对最近时代的变化 还有社会的变迁 其实我们的服务 我们庇护家园的工作 面临了很大的挑战与困难 其实要陪伴这一群 高度创伤经验的孩子 真的是非常的不容易 但是我们也看到 透过我们善目的服务 这些孩子有了成长 有了改变 为此我们感到非常的欣慰 其实我们从孩子身上 也得到很多 继续服务的力量与勇气 民众捐款满500元 可获得2023工艺桌礼 以及兔年红包带 捐款满1600元 可获得知名插画家潘兴平 为善目创作的 星星小羊迷你保温杯 及抗UV折散 邀请民众支持 新火传爱服务计划 用爱守护家创儿 记者林奇慧台北报道 今年71岁的画家林鸿佳 在内湖公民会馆 展出甘蔗原日记画展 画作田径樸实 让观赏者融入其中 林鸿佳说 小时候因为家里的经济拮据 就开始卖甘蔗 打工赚钱 因此对于甘蔗有独特的情感 而她一路上不放弃学画 后来开设画廊 也教学生画画 这档展览即日期 展出12月21号 为止 欢迎民众前往欣赏 正在内湖公民会馆 展出的这档画展 有好几幅画的主角 都是甘蔗 71岁的画家林鸿佳 回忆起小时候的成长经历 对于甘蔗 有独特的一份情感 而且不只是画甘蔗 她也很喜欢吃甘蔗 我会走路这个艺术 这一条路 应该是算我从小就受到 学校的老师 他对我的欣赏 每年都代表学校去比赛 后来一个阴眼上 我去学画了 所以我就立志 我以为我要当画家这样子 当然因为在学画这个过程当中 因为生活的绝技 所以我留到市场去 当一位削甘蔗的剪财 每天就在市场里面卖甘蔗 早上去批发甘蔗 就是肩膀要烤一大捆甘蔗 然后左手是 脚趴车把手 然后后面车架 再载这个番茄或是香蕉 到市场里去销售 就是一边在卖这些甘蔗 一边学画画 但在这个中间 也是有想要放弃 但因为后来老师跟我说 你不要放弃 你来学画 我不用跟你说学会 就是你每天 帮我从五楼扫到一楼就好了 就是因为这个原因 后来我就继续 在学道去当兵这样子 就是我当兵以后 就开始教学生 也是我人生的 一直顺利的一个起步的开始 所以那时候都非常的忙 每天大概 做画多大概 又做十几个小时 除了睡觉之外 就是在画画 画到然后到 这是我人生 应该在创业这个阶段 然后一直到电话的时候 就是我的画作是供不应求 大概画没有肝 人家就买走了 就用车来载走这样子 我对甘蔗的喜好 就是因为知道甘蔗它的营养 我觉得它是非常天然的 所以我因为卖甘蔗 一定会去试试看 这个甘蔗它的好吃不好吃 或者很软的是很硬 是不是很脆 你大概拿起来 如果你把它这样震动 它很有弹性 那个甘蔗就是非常好 非常容易啃的甘蔗 那我现在因为喜欢啃甘蔗 到目前都还是每天 每个每天大概都会去买甘蔗 像我一年大概 它会啃八十只甘蔗 像我现在的冰箱 还都是甘蔗 所以我学生还开玩笑 说老师我可以跟你换牙齿吗 我觉得你牙齿非常地硬朗 这次展览的画作 除了让人看到乡村田野的风光 与农作物之外 它也透过几幅画 来表达自己人生的心境转折 我从小就很喜欢画海浪 那这张海浪就是在象征我在创业的时候 就是满怀冲敬 向前走 财员管境 未立愁 生活无足 就是未生活这样子的 那就是这张画对我来讲 我在创业那个阶段里面 对了那种的 奋斗那个精神 我觉得是相当大的鼓舞这样子 这个瀑布也是我曾经常在画的 以前都是在表现它的一种的美感 那话题都会把它呈现叫什么 开眼角流 因为以我本身我是比较喜欢尝试各种的计划 比如说我在画画的时候 我会加一些沙在里面 我也会加一些咖啡渣 或者是木屑 那像这张我是把一张画布 上面先贴上一张仙纸 然后用手去把它捏一些造型 然后看它是形成什么的形状 我就来做个创作 比方说这张它捏好以后 它刚好形成了有五棵树 我来表现一张五棵的烟花 这是代表一种烟花 上面很多有这种树枝 就是用仙纸去把它捏出来的一种的效果 那上面这些点 比较大点是用划刀原料调多 让它去留下来的 比较小一点是用刷子 去把它甩的效果这样子 这张画是表现比较于空灵感 就没有像以前画的那么的紧密的感觉 比如说这个比较有放空心境在画 这大概是代表目前我的心境 可能会比较于 做事会比较无为这样子的 像我那一块地 我当初在纵的时候 非常期待 你赶快生赶快生 但后来觉得 就是我认真纵 要生不生 你去决定 你去决定就好了 就当做一种比较无为的 不然以前都会期待 纵什么赶快生什么 那现在不会 现在我就随言 你要生就生 不生你也可以不要生 所以目前的心境 大概会象征比较有一个空灵感 就是它的画风 其实我是觉得很灵活 而且很多元画 它不是只有一个画风而已 而且它又很活泼 那还有主题 你看还有那个什么 Juggan 还有杨热多 就是这个系列的这样子 那它山水也是有山水 对啊 也是有 然后它也有意境的 像这个后方那一幅画 就很空灵 对 很多风格 那刚好我自己 很符合我的个性 我的个性也是属于 多元画的兴趣广泛 画家林洪佳因为热爱画画 从12岁开始画到现在 已经画了近60年 后来自己开画廊 卖画之余也教学生创作 他说接下来想好好研究 改用画刀来作画 所以我大概我人生到这个阶段 从非常的艰辛到忙碌 到现在是一种在左放空的时候 所以我现在是在于 在效法我们的前辈画家 叫做红衣大师 他是在大陆内 非常有名的画家 后来他就到深山去修行 这样子的 那这是我目前 也想追随他的脚步 那另外一个期待就是 我这次画画以后 也是准备要红笔这样子 为什么要红笔呢 就是协编长跟我说 老师学画画以后 每次在洗笔都非常的麻烦 这样子 所以我现在就是我自己 我今天先封笔 那我到山林中 我再研究一套 用画刀来画 一刀画到底 那以后里面画画就不用再用笔了 所以我现在就是 这个展后以后 我大概这些的期望 也希望可以早日下山 来跟我的学生 分享一刀画到底的乐器 这档甘蔗园日记画展 展现画家多元的创作风格 也诉说着画家 从早期艰辛的生活 迈入创业奋斗 一直到现在悠然自得的心境 欢迎有兴趣的民众 到内湖公民会馆来欣赏画作 记者陈淑萍台北报导 HOME PLUS中家宽屏 在地影像赔利与针剑计划开始啰 即日期到12月15号为止 丰富奖励那你来拿 详情请假中家新闻FB粉丝团 或扫描针剑简章QR Code 散播假消息好可怕 让我来带您看一起假消息的 社会案件话说 基隆有一名富人在聊天群组 分享自来接中 中药行夫妻确诊死亡 还附上消毒照片在LINE群组 不断被转传越闹越大 连中南部亲友也知道 搞得左邻右舍都很紧张 大家必知为恐怖 及后来结果怎么样 雷中药行夫妻根本没死 阿也没确诊 阿当地里长找到这名散播消息的富人 她解释并不是有意的指示 转传没想到事态会这么严重 她亲自前往下跪登门道歉 中药行老板最后决定原谅 她不追究这是真实案例要告诉您 疫情期间假消息可能就在您身边 一定要聪明辨别 记得一眼见不一定为真 二分享前再想一下 三养成讯息查证的习惯 记得一眼见不一定为真 二分享前再想一下 三养成讯息查证的习惯 因为很重要所以讲两遍要记得欧中家集团关心您 根据儿福联盟2122的一份调查指出 有六成以上的家长仍然用体罚来管教孩子 因此今年儿福联盟橘丝带儿童保护运动特别邀请到网红 那对夫妻爸爸King和女儿李宁一起来分享亲子相处之道 便首次推出了VR沉浸式的教养体验影片 让父母与孩子可以换位选择 体验彼此的心情 练习使用正向的教养方法 橘丝带儿童保护运动爱孩子领暴力 儿福联盟推动橘丝带儿童保护运动迈入第12个年头 呼吁家长们停止用体罚的方式管教孩子 练习使用有效的正向教养策略 今年儿福联盟特别邀请网红那对夫妻 爸爸Kim和女儿妮妮分享亲子相处之道 其实我像我跟妮妮的孩子之间的沟通 我们觉得难免其实有时候遇到突发状况 其实父母跟孩子的情绪上都一定会有突然的高涨 那我举例像可能妮妮可能一开始结束小学 那功课就开始克力压力变很多 那有时候其实我们常会觉得说 为什么孩子可能这一题不懂 或者说为什么这个题目对我们来说很简单 为什么不会 但当下的我就会换位思考想说 其实就是因为我们小说也不会 所以就是因为不会才要学习 那学习完才会 所以在这个学习的阶段 就会很容易造成的父母情绪真的不是太好 那通常这个时候呢 我刚刚看到妮妮可能她已经开始觉得 有点不耐烦了或已经有点无奈了 我们就会停止写功课这个事情 我们可能说 那我们休息一下 我们可能去公园走一走 我们去公园吹个泡泡 或去公园骑个脚踏车 然后再回来写作业 我觉得这是一个 换一个场地 换一个空间 大家感受到情绪的释放 释放回来 我们再来完成这个作业 那如果说可能有时候没有那么多时间 我就会说 那我教个甜点 我们吃个小点心 那点心时间 那吃点心可能 小朋友心情自然就会变得比较好嘛 那再回来学习 其实我们在一起慢慢沟通的情况下 慢慢把它学会 这个时候父母其实也已经 有冷静期了 我觉得再回来 他的情绪就不会一直停留在 当下的那种高涨的情绪 我觉得这是一个方法 我们自己是用这种方法 去跟陪伴孩子再学习这一块 如果今天在工作上面 遇到一些困难 我通常是回到家之前 其实我们要自己消化完 那怎么消化呢 其实大人也可以去公园 我们回到家之前 可能去公园散散步 或者是我们有时候开车 下班开车 我们可能会在车上 先冷静 听个音乐 让自己的情绪先 回复到一个比较 因为毕竟回到家 是一个温暖的地方 不应该把工作的情绪 带回到家里 所以我是觉得 我个人都会在 把回家前的工作情绪都放掉 那回到家之后呢 就是陪伴家人的时间 而福联盟也指出 今年进行一项调查发现 有六成以上家长 仍用体罚烂骂管教孩子 呼吁家长能了解体罚 对儿童身心健康 所造成的负面影响 我们这次调查的数据 发现说有六成多的家长 他会用体罚的方式 来教养孩子 那其实也有六成多的表示 他们会用言语暴力的方式 包括威胁他 比如说 你再这样我就打你 之类的方式来教养孩子 那其实他们的背后 都是因为他们对于教养 有一些迷思 可能认为说 这是一个最有效的方法 或者是认为 这是一个唯一的方法 可是从儿盟 其实一直以来 我们关心局时代 大概已经有十几年 我们的调查发现说 其实这些体罚的行为 都会造成孩子 一来有负向的心理 他可能感觉到愤怒 或是不开心 那他的教养效果 其实命没有很好 此外 长期的话 也会造成他们的自尊心 比较低落 或者是暴力行为 比较严重 那国际上也都是这样子的 一个调查研究 所以我们可以知道说 其实体罚对孩子来说 长远是很不利的 其实我们要看到 体罚对孩子长远的 不利影响 那同时 我们也希望陪伴家长 用正向教养的方式来 面对教养孩子的相关问题 那立法的部分是这样子 因为我们目前民法 其实是有 明确的说 家长是有惩戒权 那国际委员也是建议 要拿取消这一条 那由于这个 其实依照一种人权公约 就是一切形式的暴力 都不应该发生在孩子身上 为了让更多爸妈 能感同身受 打骂或是体罚孩子的时候 孩子身心受创的感觉 儿蒙也首次推出 VR沉浸式教养体验影片 民众只要进入局四代活动官网 就可以选择用大人 或是小朋友的视角 进行亲子情境的体验 没有 其实我觉得 那个最后面 就是最后面那个爸爸 已经模糊了 就好像代表 孩子内心的那恐惧 已经根本也不知道 到底自己做了什么 知道说爸爸 好像已经变成一个 变了另外一个人 对 真的很可怕的 好 很感谢Kim跟你 你刚才透过那个换位思考 那个换位选择的这个角度 来 透过你们自己亲身的体验 其实我们期待更多的家长 然后可能跟你的孩子 也许可以一起在家里面 不管是有VR设备 你们可以选择VR版本的 没有VR设备体验 大家可以一起看影片 去体验那个孩子的角度 刚才你 你的体验爸爸的角度这样子 然后Kim体验了孩子 很恐惧的这个角度 其实是我们期待 大家可以找到更好的方式 就像你们刚才转向 我觉得这个蛮有意义 因为体验完之后 之后如果有这样子可能的 以往会这样子的家长 就可以去想象 这个体验的过程中 自己是孩子的心态 对 这就真的一个很棒的方式 思考的一个影片 然后也很期待 也许这一个影片 也可以促成大家开始 去做正向公共的一个 很好的美界这样 那这一次我们其实我们已经推动 橘四代就是爱孩子 零暴力的活动已经有十几年 那今年呢特别推出一个VR的影片 那主要是希望家长跟孩子 可以练习换位思考 我们会有换位的选择 那期望可以透过这样子的影片 帮助大家换个视角 看看不同的角色 到底要怎么选择 一个好的相处方法 那同时我们也欢迎家长 如果有任何这样的问题 可以打我们免付费的这样的专线 而福联盟鼓励家长们开启对话 练习使用有效的正向教养策略 也呼吁政府和立法机关 能积极推动在法律层面 保护儿童不受体罚 记者陈淑平台北报道 为了要帮助陆舍是要获得温饱 而福联盟携手爱新企业 推出了代代相传 爱延续幸福爱公益 提代义卖活动 并邀请艺人夏雨昕 担任爱新大使 号召民众认购公益提代 义卖所得将全数捐赠给儿福联盟 作为弱势儿少的脱困基金 艺人夏雨昕和小朋友一起制作爱新便当 只见小朋友大把抓起牛肉排骨和配菜 将便当塞满满 上市要让弱势儿少吃饱饱 为了帮助弱势儿少获得温饱 而福联盟携手爱新企业 推出代代相传爱延续 幸福爱公益提代义卖活动 并且邀请艺人夏雨昕担任爱新大使 号召民众认购公益提代 刚好趁这个机会 我们还可以做爱新 然后我们还可以吃到好吃的东西之外 刚才用一个很优惠的价钱 多棒啊 好赞喔 真的是一举三得啦 帮助小朋友 然后获得一个环保的购物贷 还可以以这个优惠的餐券 来吃吃三香巧 不吃吃三香鲜舞动 真的耶 我会进出发 是喔 但是可能就是厨艺不太佳就是了 但是我跟你讲 这种事情呢 只要有爱都可以完成了 了解 有爱天下无难事 你知道心中有爱 不管是对男朋友的爱 对家人的爱 对大朋友小朋友的爱 只要有爱什么事情都可以的 那你最擅长的一道料理是 暗黑界的料理吗 诶 不要这样子 我很会煮意大利面哦 是哦 还蛮厉害的 很厉害的 很会很会料理意大利面是不是 对是还蛮强的啦 就只有这一个就只有这一个 专攻一下 我会非常努力的 是 就在我的Facebook在IG 然后会号召我的亲朋好友 艺人朋友 粉丝朋友 全部一起来响应这个公益 就是疫情已经持续将近三年 然后又这一两年来有通货膨胀的问题 所以就是对弱势孩子来说 就是生活遇到蛮大的困境 那对公益的问题来说 这一两年来就是募款也相当的困难 所以我们这是希望透过跟企业的合作 就是让民众用比较简单的方式 在消费的过程当中就可以做公益 那我们希望能够目标就是意卖将近两万个袋子 然后就可以募得两百万元 那这两百万元就是等于是两百个孩子的一天的餐费 就是我们一天的餐费如果以一百元 其实已经蛮低的算的话 那我们具体目标就希望能够帮助两百个孩子 然后至少他们可以吃饱 然后维持基本的一些营养这样子 那让民众也可以用最简单的方式 能够来参与公益这样 其实我们儿蒙提供的服务 就是我们会透过定期的家访 然后我们也会提供经济补助的部分 那儿蒙现在一年大概服务将近五千个孩子 那他们可能分布在一些偏乡啊 或是都市一些就是像逆境家庭的一些孩子 那我们的社工员会定期的去做家访 然后每个月提供就是定期的这个经济的补助的部分 这样子 然后像偏向我们是跟学校合作 所以我们可以确保这些的经费都会全数用在孩子的身上 由儿福联盟精心设计的幸福爱工艺提代 将义卖品牌小孩吉祥物 融入爱心企业的视觉意象 用童趣构图呈现出美味料理 带给人们暖胃又暖心的幸福感 那我们的社工就跟我分享一个实际服务个案的一个故事 就是有一个单亲的妈妈带着三个小孩 那其中还有一个是过动一个发展迟患 那原本就靠着工厂 就是每个月大概赚两万多的收入 就勉强照顾一家四口 可是在疫情下这个工作就没了 所以他就只能靠一些资源回收 或是靠打打零工就是维持生计 那我们社工去帮助他甚至还告诉我们社工说 社工啊我一天只能用一百块这样子 然后我要养活一家三口 所以我每天就要决定我是要吃早餐 还是吃午餐还是吃晚餐这样 那这样的个案其实不是只有个案 其实在社会角落很多地方都有 那帮助这些弱势孩子跟弱势家庭工作 其实光靠儿股联盟是不够的 那我们非常需要像山商或是像社会大众 这样的爱心一起来支持我们 就像这次的这个代代相传的活动 其实你只要消费在家99元 就可以把这样的一个带子带回家 然后也可以具体的帮助这些弱势孩子的三餐 其实是一个CP值最高的公益的行动 那我们也可以累积这样的小额捐款 然后具体的持续的帮助这些弱势的孩子 那现在已经接近年终岁末 真是做爱心做公益的好时刻 那我在这里要呼吁大家 就是重满一个带子开始做起 只要99元就可以把爱延续到明年 延续到后年延续到永远 那三餐集团刚刚有跟阿关聊到 就是说他在偏乡易组已经做了20几年 那最主要就是说我们很乐于做这件事情 是因为我们到偏乡去 我们发现煮一碗面 热腾腾的面给小朋友吃 他经常会说 这是我吃过最好吃的一碗面 是一碗大餐 所以我们就知道说 其实在台湾还是有非常多 就是弱势的小朋友或是家庭 是需要帮助的 那三餐餐集团今年呢 就是我们有三餐巧夫跟鲜舞动 这两个非常就是大家耳熟能详的品牌 全省有183个门市 那我们这次推行的就是我们的 就是幸福带的公益提带 那这个提带呢 在门市的整个这个互动底下 就是非常的乐落 因为我觉得在这个提带的互动底下 可以就是把爱传递下去 即日起到2023年1月5号 到全台三商巧服或三商鲜舞动 不限用餐金额加购99元 即可获得俄福联盟幸福爱工艺提带 随带还附资一张美食好康券 邀请民众一起享受美食分享爱心 代代相传 爱延续 记者领席会台北报道 iRide飞行剧院退出会飞的清明上河图 沉浸体验站 以最先进的体肯设备带领观众 沿着热闹的北宋汴京 天际县飞侠 俯瞰及领略当时的复述与繁华 更有北宋食堂和宋代的衣着打扮体验 邀请民众穿越时空感受历史魅力 观众双脚腾空进入千年前的清明上河图 沿着最热闹的城市 北宋汴京的天际县飞翔 俯瞰当时的复述与繁华 映入眼帘的是闹市街景 高档酒楼西津的虹桥等 从破晓到夜晚 穿梭在北宋时空翱翔 本次的活动还蛮特别的 我觉得因为这在台湾其实蛮少见 然后从刚开始进场到 一路到现在这边上售去 是最后一个环节 进场的部分其实就已经从 从最底层开始累积 这个整个故事的情绪 然后在经过Preshow的时候 他整个介绍了这整部 就是我们要准备进入正片的这个部分 所以我觉得在Preshow的部分 设计得不错的原因是因为 它其实带入整个情境 还有整个周边的设计 以及场景的布置都很好 然后从场景布置的方面来说的话 它带入观众的情绪 然后最后再进到Main Show主画面 看正片 然后这个球目它是满有包覆性的 所以我觉得以观众角度 我觉得观众应该会还蛮喜欢的 所以还蛮推荐本次的这个活动 整个场域给我的感觉很新鲜 因为它外观设计的像是一个酒楼 然后就仿佛是我们进去 进去一间酒楼 然后从前面的那个介绍影片 就是给不仅让我对汴京 就是他们亲民上的图 那个时代有一些基本的认识 然后也有一些 就是得到一些新的一些想法 就是当你没有想到 原来这时候这个时代的人 跟当初那时代的人 有些在生活的方式上面 是有些相近的 这让我觉得非常的有意思 那当然进入到正片的时候 我会觉得 整个搭乘iRide的体验 它的那个椅子在运动的方式 让我也觉得很有新鲜感 不仅就是让我们 真的进入到那个画里面去 然后跟着 就像飞行一样的感觉 穿梭在画里面 这个是让我觉得 是一个非常新鲜的方式 来体验亲民上的图 我们飞行军院从2019年在这边 就是开幕至今 过去主要还是以 就是各个国家飞跃为主 那因为我们公司在打造 这个所谓这个叫 沉浸式的这样的体验 所以我们期待就是说 在不同档期 然后用不一样的影片 来呈现给观众 那刚好年底我们想说 以寓教于乐这样的方式 所以我们推出了千年前的 这个这幅画 亲民上和图 让大家用更不一样的方式 来去认识宋朝 所以我们想说 就是用这样的方式来 推出会飞的亲民上和图 其实这里面就是有很多 就是包含大家可能都不知道的 一些宋朝的一些小历史 包含在宋朝那个时候 原来也有外卖 也有外送 然后那个时候也有手摇引 等等这样子一个小历史 那你可以透过这边 这样很沉浸式的 这样的体验的方式 可以去认识更多 宋朝的一些小知识 那我们更期待是说 民众来这边体验完以后 可以打开他的好奇心 然后可以自己去探寻更多一些 宋朝的一些小故事 那用通过这样的方式 如果可以增加一些亲子的互动的话 那这样是更棒的 可以飞过 因为那个时候 其实最早夜市就是出现在宋朝 我们可以看到宋朝的夜市 然后也会看到那时候繁华的一些 一些商业的一些设施等等 那另外我们也可以飞过 亲民商业图最著名的那座桥 我们可以认识说 原来那时候的桥 它的功法就是如此的细腻 我们可以飞过那个桥 去看到那个桥 然后看到人们在那边的互动这样 除了曾经式飞行体验 剧院也打造汴京大酒楼 丁小二引领观众进入阁楼 品尝白茶摸索北宋美食 并认识当时独有的看盘文化 现场还提供防骨滑夫 经典穿搭让民众一秒变身 古装剧男女主角 希望能够打造一个 寓教娱乐的这样一个方式 因为现在这个社会 其实大家已经都被多媒体 这方面刺激的非常多 那故事传递的方式 已经有别于过去 从说故事 从看书 从看影片等等 已经进步到这所谓的体验 所以我们希望带给大家 能够体验到这个更深的这个感觉 然后它就好像是一个原与众的方式 让大家回到千年之前 去感受那时候的一些氛围 一般来讲我们看电影就是视觉的一个想念 跟听觉的一个想念 那其实人类的感官其实是非常多元 我们之所以会产生我们这个认知的世界 其实是我们的五感去所创造出来 让你的大脑能够去感受 然后去形塑你这个世界 那电影它就是重视视觉跟听觉 那我们这边的话就是五感 五感的体验都会把你打开 包含声光 色味 洞等等 你就会感觉是生力情境在这个场合当中 目前还颇受好评 而且我们也发现 其实很多人对于来这边装扮成古人 来这边拍照打卡的人也非常的多 那也很多小朋友都会透过 我们准备的一些试穿的衣服 然后跟他的爸爸妈妈一起做互动 我们觉得他这个还蛮有意思的 好玩的北宋美食文化及服装体验外 也同时为观众补充许多北宋历史知识 民众来趟体验才能了解 清明上河图原来可以被呈现的那么美 记者问君台北报道 近年来Tuftin的工艺热度不断攀升 价格昂贵的Tuftin促容 为何会被大众喜爱呢 而这一股热潮是不是能一直持续呢 一起来关心 近日以来 Tuftin技术越发被大众所熟知 大家是否有听说过Tuftin这个技术呢 今天就让我们一起走入这项工艺的世界 Tuftin中文翻译为促容 是源自于俄罗斯的一种技术 在早期是一种用于制作地毯的工艺 目前已逐渐成为年轻一代文青们的休闲娱乐活动了 今天就让我们来了解 业主们为什么会纷纷尝试这一门手艺 数换技术目前不仅用于制作地毯 也会用于制作杯垫 毛巾 背包 穿帘等各种类的毛质品 不少年轻民众 就是因为这个有趣的方式而喜欢上这个活动 对于没接触过这门工艺的民众而言 他们会想尝试吗 Tuftin目前在台湾处于日潮期 至于Tuftin的热度能持续多久 又或者说只是一时的热潮 让我们来看看大家怎么说 大概在一年吧 就是到今年年底 或是了不起到明年三月 一年吧 一两年之类的 就不会断 可是它是 我觉得它的市场没有那么大 它就是小众市场 喜欢的人会特别喜欢 这股热潮还能持续多久 目前还无法估计 但我们也能重重了解 喜欢艺术的人也将持续自己的热爱 希望这门手艺可以一直传承下去 记者陈巧妹 参见上台北大同区报道 圣诞节脚不近了 基隆海洋广场高19米的圣诞树 12月3号晚间正式点灯 照亮了基隆港的夜色 虽然夏泽雨依赖吸引了不少市民参与 气氛温馨热闹 高18公尺的圣诞树点亮了 搭配海洋广场灯饰 让基隆港夜色变得很有夜淡气氛 那我们知道每年 过去8月没来 每一年在基隆港的港边 我们都会有一棵巨大的圣诞树 但我们这棵圣诞树跟全台湾不一样 它是用环保的材质来制作 那点亮之后也象征 2022年告别过去的一年 也祈祷未来新的一年 大家能够幸福跟平安 那我们也知道 这个过去8年来 由基督教教会来跟基隆的万歇 来合作跟四国来合作 来办理这个活动 是全台湾绝无仅有的 所以我们也希望未来 能够继续传承下去 也祝福基隆未来会更好 非常刚刚走在这兵分圣诞点灯之前 走过了整个海湾 看到说基隆港有个脱胎换骨的改变 整个港湾变得非常的疑人 非常的好走 而今天我们看到这个漂亮的圣诞树 也期望说我们基隆的未来跟他一样 光彩夺目光彩造人 在这边 佩祥除了肯定过去8年基隆市政府 在林佑昌市长跟团队 领导之下的成绩之外 也更期许 未来谢国梁市长 能够把市政做得更好 更上一层楼 虽然天空飘的雨 但不少民众 全家大小前来参加点灯仪式 纷纷在圣诞树前拍照流念 也对基隆献上祝福 我来基隆这么多年发觉它是最美的圣诞树 基隆最美的是一颗圣诞树 尤其在海边海港的话最适合 基督兴隆在基隆 基隆我们的土地 我就是基隆人 所以我爱敬太土地 我是特别退休回来基隆 所以这是我的家乡 所以我就是为他摆上我自己 所以亲吻我的土地 基隆就是我的家乡 我想圣诞节对于每一个人来说 都是一个充满爱 充满希望 充满盼望的一个时刻 那我相信 让这样的一个圣诞节的一个气氛 能够让基隆越来越好 然后也让我们每一个基隆人的心 虽然天气非常的冷 但是我们的心非常的暖和 然后非常的可以 让每一个基隆的市民 都可以把爱传出去 春台唯一的港区圣诞树 将从12月3号点亮到明年1月3号 同时12月24号晚上 在海洋广场将举办 兵分圣诞光耀基隆圣诞晚会 陪伴大家度过平安的圣诞夜 记者黄绍明基隆报导 接下来又等你来看 第四届亚洲步道大会 昨天在台湾登场了 金融市政府在暖冬峡谷的入口广场 举办了徒步嘉年华的迎兵骑走活动 来自日本韩国的嘉宾 走访暖冬峡谷步道 市府秘书长黄俊毅 欢迎国内外爱好生态的践行游客 一块来欣赏基隆的山林之美 第二份礼物是我们基隆赐酿酒组合 有我们基隆在地的风味 基隆市政府秘书长黄俊毅 与日本工程县议员互贈礼物 象征台日友好情谊 因为亚洲步道大会 首次在台湾举办 我们淡然古道的百年三进 这个中战跟北战 就是在我们基隆暖暖 那尤其我们暖冬峡谷 更是这个古道过去 这个中战必经民伤往来的地方 那最近更是成为 国内外热门的国家生态律道的 一个重要的景点 深获大家旅客的喜爱 那我们今天特别办这个活动呢 主要是过去这八年多来 林佑昌林市长在跟中央积极争取相关的资源 我们把我们整个暖冬峡谷的步道 包括这个步道 凉亭跟指标的系统 都整建得非常的完善 所以等一下相信大家走起来 应该会有不一样的感受 这一次是我第一次来到台湾 参加亚洲步道大会 大変楽しみにしておりましたし 昨日の夕食も非常に美味しくご馳走なりました 我在来之前就非常期待 昨天晚上也吃得非常的满足 不只日本议员前来 连韩国步道联盟友人 加起来一百多人 都来到金融暖冬峡谷 准备欣赏淡然古道中路 步道之美 虽然天空不做美 但不减大家的热情 其实路还蛮安全 而且它规划得很好 对然后而且沿途又还蛮漂亮的 等一下你可以看到那个暖冬峡谷 我觉得其实它就是一个 怎么讲 真的就迷你版的那种泰鲁阁还什么的 因为它当中的那个河边的那些石头那种 就是被侵蚀的 就是还蛮壮观的 今天是亚洲步道大会在暖暖的吃行程 然后等一下会有很多日韩友人 我们一起徒步走到大金融场 然后接下来再走我们的暖冬舊道上去 这段步道非常非常自然跟宜人 因为它不只是你可以 它不只是简单 就是对于比如说你不太会爬山的人 你可以来 然后最后你下来可以清水跟清山 然后重点是你在步道过程中 你会看到很多仔细的步道的工法 就是我们有一整段是花了三个礼拜 我们用手做步道的方式 用周遭拿到的气石 一阶一阶整理出来的 我们不只是整理了步道 我们整理了还整理了排水系统 然后甚至整理了步道旁边的边坡 就是它的那个边坡的博侃 那这些都是我说 今天你是一个爱山的人 你觉得你不喜欢走太水泥化 太人工化步道的人 暖冬峡谷这一段 暖冬旧道会非常非常适合你 那暖冬峡谷有手做步道 暖冬旧道有以前古人就做出来的台阶跟步道 那是从大人古道 从很久以前我们这边的居民要到就是戈马兰厅 那这一段就是他们一直在走的路径 所以非常非常推荐给大家 为了纪念亚洲步道大会 在台湾举举办 那尤其首发呢 在基隆的暖暖后 来举行这个徒步的嘉年化 我相信这是台湾的盛事 也是基隆的骄傲 那尤其我们在整个暖冬峡谷道整间完毕之后 相信能够对于整个软液体的设施 服务的品质能够更加的提升 那我们也诚挚的欢迎 国内外喜欢践行徒步的好朋友 来到台湾来到基隆 来欣赏独有的台湾山林之美 尤其是我们基隆暖暖的山林之美 台日有人来到台湾 基隆市街机行销暖冬峡谷之美 也拼基隆的观光 记者黄少民基隆报道 也要带你来看海巡署基隆海巡队 一艘PP3501号的巡逻艇 上周四在基隆东岸16号码头 突然期货燃烧 所幸没有人员伤亡 至于详细的期货原因 还在厘清调查 铃声不断的作响 黑烟中夹带白烟 船舱不慎冒出恶臭 海巡弟兄赶紧救火 这艘停靠在基隆港东16号码头 属于海巡署PP3501号巡逻船 一号下午四点 船舱突然起火燃烧 冒出大量的黑烟及白烟 港销出动前往现场 再通知旧市消防局 出动了化学车和水箱车 前往资源 基隆海巡队首艇同仁于本日16时 十分执行守望巡视时 发现驳港之PP35动腰艇 驻舱区不明原因冒烟 随即展开灭火部署 拉起机舱消防系统及切断 燃油水电阀门 并通知基隆消防队协处灭火 由于该艇为驳港退勤 并无人员受伤 17时16分控制火事 17时35分火事扑面 消防队进行残火确认 初步检视查明起火点 已为电器产品引发火源 本案事故原因 因上代消防机关再行调查确认 舰队分属立即成立应变中心管制 后续由舰队分属 保险公司及造船厂组成 专案调查小组 厘清事故原因 船体设备损坏部分 将由船厂进行勘估查查 尽速提出修复计划 目前本分属勤务运作正常 在消防车抵达前 海巡员拿着水管 试图灭火 但因为水量有限 无法熄灭 索性消防车赶到现场 控制火势 延烧情况才没有扩大 至于详细的起火原因 仍有在监视小组进一步调查 记者黄少民静用报道 根据台湾失智症协会调查 80岁以上 大约每5人就有一位得到失智症 因此基隆市卫生局保健科 特地和基隆期间 特约失智据点合作 首次带领上百位的失智长辈 到台北原山饭店 参访 还有品尝美食 期待长者在多参加社交活动 多运动下 能够延缓失智 上百位基隆地区失智长辈们 站在原山饭店里面 著名的红毯阶梯上 开心合照 展现强大又开心的气场 根据台湾失智症协会调查结果 65岁以上人口 每13人 就有一位失智者 80岁以上 大约每5个人就有一位 因此基隆市卫生局保健科 负责的长期照顾管理中心 特地和基隆市期间 特约失智据点合作 首次办理 带领上百位失智长辈 到台北原山饭店参观 吃美食的活动 让长者们多多参加 社会交际活动 多运动 甚至回想过往可能来过 原山饭店的记忆 延缓失智的情况 其实大家都知道 原山饭店 事实上很富有历史的 一个建筑物 那许多的失智症的长辈 事实上他们可能一生 都还没有来过这里 那我们透过今天这个活动呢 有一点点的 我们环旧治疗的味道 事实上让长辈呢 来回顾这样一个 建筑物的 它的历史 然后再来就是 我们透过这样一个机会 让这些长辈出来走一走 因为我们知道失智症 重要的是 有一些社会的参与刺激 所以透过这样一个活动 大家随时的互动 可以让他们 不管是在星期一月上面 或是在运程上面 我们相信都是 对我们的一大方法 原山饭店服务人员 也非常用心贴心提供服务 甚至双脚跪下 帮大家拍大合照 也分团带领失智长者 和家属等陪伴人员 参观解说原山饭店 著名的东密道等地点和历史 主办单位长期照顾管理中心 更用心安排长者们 享用饭店美食 让长者和家属都非常开心 高度肯定这次办理的活动 第一次来 感觉怎么样 古色古香 真好 有想要继续来这里吃草吗 去包园吃草 都要继续吗 有人家就会来 人家就会来 带妈妈这样出来吃草 你感觉怎么样 欢喜 欢喜喔 怎么说 因为平常上班很忙 所以就只有做我们机会的时候 可以跟老人家一起出来游玩 对 然后因为大家都是老人家 所以就是互相扶持 感觉很好 都扶持 对 还期待有下一次的活动吗 期待下一次 主办单位也在用餐期间 安排长者们进行表演同欢乐 表演结束后 也由保健科长杨慧玉颁奖表扬 让表演的长辈感受到得奖的喜悦 没有用心又贴心的 十多位长期照顾管理中心 主办单位人员 就没有成功的活动 来不及吃早餐就带领百位长者平安顺利出游 只能午餐当早餐吃 能够受到长者和家属们的高度肯定 让基隆市成为失智长者最有爱的城市 大家就心满意足了 在基隆市政府社会处协助下 七堵区独北里办公处获得卫福部补助据点创新方案 特地办理大小宝贝携手共进AI智能游戏竞技活动 竟有小朋友和长辈在AI科技游戏中的比赛 导入日常课程强化长辈的健康 展现在地健康促进推广健康热灵的目标 活动现场安排各种AI健康科技竞技游戏 让长辈和小朋友一起比赛 火落筋骨 动动脑筋 大小宝贝都很开心 很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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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真好 你觉得很爽 我觉得手脚很灵活 很爽 为什么很爽 因为很好玩 可以跟这些阿公阿嬤比赛你觉得怎么样 跟他玩游戏 你觉得开心吗 跟阿公阿嬤 开心 在基隆市政府社会处协助下 七土区独北里办公处获得卫福部补助 据点创新方案 特地办理大小宝贝 携手共进 AI智能游戏竞技活动 借由小朋友和长辈在AI科技游戏中的比赛 导入日常课程强化长辈健康 展现在地健康促进 推广健康热灵的目标 七土区选出准基隆市议员 曾义芳也亲自到现场参加 感谢大家的支持 让他高票当选议员 很抱歉 因为小弟这边 算计算无条 所以这个大型的活动 可能是小弟台人最好出海这些活动 希望把李顶人来接 如果他还配合 我们还要继续来这些 小弟兄弟在这里 我们就用你试图 大家好 做这些 阿甘平安 大家做这些 在交轮 还有我们四中团队的一个学历之下 你看我们有本质 去中央拿到一笔大的预算 然后我们导入所有AI科技的一些器材跟设备 不断的在透过课程 让你们的健康越来越活跃 而且可以延缓这些长辈的失能的一些状况 所以你很久看到的 现在大跟大姐身体都是不是好棒棒啊 是不是啊 所以要给健康的身体一个赞就对了 那我们非常谢谢林俊德林里长 一直以来对我们这个独北里的一个贡献跟付出 我想要借一下你们的双手 没有林俊德里长的话 我们大概没有今天的这个关怀据点 这边借一下你们的双手 谢谢我们林俊德里长 好 等一下 您就 包括来自七堵区杜北里 中山区中山里等里办公处 以及社区发展协会等长辈们 也在现场打鼓 宰歌宰舞展现热林学习 促进成果 记者吴俊松 基隆报导 以上就今天的中央新闻 也欢迎您到中央新闻的脸书 及YouTube按赞 就能及时获得最新的在地新闻 非常感谢您的收看 我是蔡小军 祝您一切平安 我们再会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TORONTO 散播假消息 好可怕 让我来带您看一起假消息的社会案件 话说基隆有一名富人在聊天群组分享自来接中 药行夫妻确诊死亡 还附上消毒照片在LINE群组不断被转传 越闹越大 连中南部亲友也知道搞得左邻右舍都很紧张 大家必知为恐怖 及后来结果怎么样 雷中药行夫妻根本没死啊也没确诊啊 当地里长找到这名散播消息的 富人她解释并不是有意的指示 转传没想到事态会这么严重 她亲自前往下柜登门道歉 中药行老板最后决定原谅她不追究 这是真实案例要告诉您 疫情期间假消息可能就在您身边 一定要聪明辨别 记得一眼见不一定为真 二分享前再想一下 三养成讯息查证的习惯 记得一眼见不一定为真 二分享前再想一下 三养成讯息查证的习惯 因为很重要 所以讲两遍要记得欧中家集团关心您 谢谢大家